大家好,我是尔差 这节课我们继续安装WordPress 上节课已经上传了WordPress 这是WordPress的安装主界面 默认选择的是英语 如果你做YM网站的话可以选择英语 如果你做的是国内网站 选择简体中文 如果你是在测试,在学习阶段 建议选择简体中文 这个简体中文指的是WordPress的后台 是简体中文的 网站的前台可以是英文 也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其他语言 在安装完之后我们也可以随意切换 下一步是填写数据库信息 一共是这四项 现在我用的是SG主机 它的数据库的主机地址和网站是在一起的 用的是Localhost 或者是127.0.0.1 都是指的本地 那么上面这三个就有点重要了 一个是数据库的名称 还有一个是用户的名称和用户的密码 回到Siteground的主机 控制面板 进入MySQL 在这个界面我们注意看上面前两个 这个database指的是数据库 这个users指的是用户 先进入数据库 数据库 我已经做过备注 这个Avada主题的网站 它的数据库名称是这个 然后切回wordpress的安装界面 在数据库名这个位置 粘贴数据库名称 然后下面是用户名 这个数据库指的是存储网站信息的那个数据库 那这个用户呢 是它要开通一个用户 允许这个用户来访问这个数据库 在Siteground里面 这个数据库可以随便添加 这个用户也可以随便添加 它俩默认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需要手动给它创建关联关系 下面进入用户 在用户里面找到Avada 这个Avada是我做的备注 它前面这个名称是指的用户的名称 虽然看起来和数据库名称很像 但是它是用户的名称 然后是密码 密码我已经忘记了 在这可以创建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我给它来个 先给它随机生成一个密码 然后点击复制 如果想看一下 可以开启这个按钮 然后别忘了点击确认 点击确认之后 这个密码才会生效 回到这个位置 粘贴 这是密码 这是数据库名 这是用户名 这是密码 这是数据库的地址 这是表前缀 表前缀的意思呢 如果你只有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是阿里云主机的那个数据库 它只有一个 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想创建多个wordpress 每个wordpress前面的表前缀要不一样 因为SG主机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 多个用户 所以不需要修改这个表前缀 我给每一个wordpress 创建一个数据库就可以了 每个wordpress都用wp-这个表前缀 点击提叫 看来是成功了 如果没有出现成功 那说明刚才那四项 有一项是错的 点击安装 这是站点的信息 RD主题叫称2021 用户名 这是网站 wordpress网站的后台管理员的用户名 这是密码 电子邮件写真实的 下面这是建立soto引擎不锁引本站 默认是不锁引 因为这个网站是测试阶段 等网站正式上线之后 再取消这个勾选 让soto引擎的蜘蛛来抓取 确认之后点击安装wordpress 安装成功 用户名 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我们通过这里可以看到 网站的前台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登录后台 这就是wordpress的后台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完成了wordpress的安装 下一步我们开始安装阿瓦的主题 我们开始安装阿瓦的主题